R.A.这个如果最后一手维口头选一下 大后期了 前期说实吧 因为他补什么都追不上IG前期的节奏 就这个一难的话就感觉前期放的东西可能会有点多 但我觉得这个长得很像第二局有没有 是 所以我就很害怕说 如果你前期放这么多内容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几少成多嘛 亮变引起质变 你可能到后期就已经没办法阻止对方的进攻了 还是 还再次像第一局一样逆风翻盘 但是我觉得IG也是 好的 非常感谢双方粉丝啊 以及下一个个人粉丝的一个加油呐喊 那进入到这一局 因为2比1的关系啊 R.A. 全程看好IG 不知道阵容是真的很IG 不是你知道我现在对R.A.这个阵容唯一担心的点就是 首先对线很难打 然后一旦你一直吃亏 一直吃亏的话 其实你赵宗庆你是拦不住德莱文的 德莱文打这种退皮阵容太舒服了 其实我以前很喜欢讲这句话 就是阵容上面我更喜欢左边 右边这个 我不喜欢那种全程很难找到优势点跟反打点 对我不喜欢被动的东西 而且莉莉亚这场能动手的机会基本没有 就三线都没有给她太多能动手的机会 慢慢看吧 如果R.A.能顶得住左边 就一旦R.A.顶得住 然后R.A.的潜中期的进攻节都没打出来的话 打到中后期去 R.A.的阵容确实要好一些 但是R.A.进入到中后期会有个比较大的麻 触比不了杰斯的Poke 他的开团属性太弱了 他其实最稳定的开团甚至是奥匪流斯 其实冷静来说 阵容上拿的劣势挺大 当然作用后期大和两个双C的R.A.进入到后期的强度很高 但问题是 R.A.的拉扯属性比较强 我们还是用最直白的说法 就是你阵容就算给你值4000好了 可是你很有可能 打到14000的时候你已经落后8000了 或者说你就算成功花一段你要的时间 打不到人 对 而且这一把可以看 看轩的一个开野 他是从上半区往下开的 那这把 其实从开野的设计来讲 就已经是要把重心往下方去 下半区去摆 来上来打一套 抢三 W没挂中 这还是难的 这就是痛惊思痛啊 一下总结了前两码可能下路吃亏的一个 一个点吧 你们直接选择重新在下半区不定一个战术 我只能说IG这边的调整其实真的很快 对 其实从第一局到第二局的转折 然后从第三局到第四局的转折 这两个点上面都可以看得出 IG今天确实调整的速度很好 而且每一次总是能够发现自己上一把 可能输了一些点吧 然后及时的做一个补墙 下路是一波前压线 污地儿已经是在我 约瑶三角场 可能要交TP吧 三月二可能难度有点高 看一下 哦有勾中了 但是没有给到伤害 这是个塔姆啊 对对 三月二难度系数太高了 而且塔姆带着虚弱 而且R1这边下路 系列比较老暴吧 看一个人打两个 还看上去凶一套 本特会只因为已经比较靠塔下了 德加斯选择往后拉 车一来补一个眼 应该是要防止被越塔的一个动作 但也是因为 就像凶一套 现在感觉吃线都有点危险 但是乌迪尔受下路的同时吧 这个时间点因为 就是德加斯知道自己周边是几度危险 没有人能帮 是 而且这一把更多的还是要考验一下 帅哥自己的一个嗅觉了 就可能这把打野去上的 次数不会像之前那么多了 那他自己就得 提防一下对方的一个打野的动向 然后不要被抓太多 然后下路同时如果能打出优势的话 那这把其实对于IG而言 其实是比较容易打出来的 莉莉亚 这个位置应该是没有被发现的 看一下 想来一波下路的杠坑 有罪名想尝试一下 但是IG这边 因为刚才 熏流的一个视野 现在也是两边的打野的路线 应该是明牌的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 哪怕绕开 但是IG下路也没有给太多的食物 刚刚 熏来到上半野区的时候 实际上是被RA拼过一次信号的 所以双方确实像你说的一样 名牌的位置 而且漂亮 下一个这个动作就更像是打野战 这个操作很漂亮 直接打断了纳尔的跳 再来一炮 而且这关键是纳尔已经是交了TP了 这个上线就被打残的话 其实加上对线会很难受 哪里给的很足 双方打野遇到了 在这边过来 想要直接开Rookie吗 自己没有六级哦 Rookie完全不慌的原因是 你终于没空没上海 是还是 你还没到六个呢兄弟 自己遇到了闪现过来拍拍了一个塔姆 塔姆应该要交散往后拉吗 迪神斯艾伯 定住了对方的一个打野 这边回事闪现过 这边是一个塔姆 但是这两个人该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闪现 二费六四拉开的距离 Rookie已经夹了上来了 塔姆是一定要死 这个人头是不是 给德莱文会好一点点 但是应该那个闪现拍是果断 或者说德莱文这被动可以再重一重 一会儿再重 钱多一点 那刚刚那波 没有报道 有得领钱的时候还是得先领 也是 而且很漂亮的原因是因为 刚才这一勾 正好是勾中了后面的那个人 以后导致你吃进去 他还能飞过来 飞过来手里还有翼 看一下吹石这一勾 你跑 行也没什么错 因为他被留到的话 其实就也挺麻烦的 他没有想到 他一个闪现 直接把i-boy拉出来 这是打塔姆好的一点 我勾到你以后 你吃掉没关系 我还能飞过来 来枪 没有闪现的 直接往立场 鼓立场 这一波的镰刀打出来了 居然 虽然龙是拿到了 但是在这边逗留过久 导致薰也是牺牲掉 但问题是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打野的话 反正是对方有打野的一个动向 现在是RA下路压线的一个机会 那里面是有6的 越上丢 有塔姆的话 也没有想试 尝试 现在越Rookie踢下来 RA在下半区就疯了 但从来文这个东西 你让他拿到人头 游戏就不好玩了 原地起飞 双方中路这一把刀是摆出了一个发育的一个视红 中路的话就是 雄属性 嗯 兄弟们就慢着点打 我们就发育一会儿 前面三把打下来 我们刚才也提过嘛 其实两边中路是 副脚啊 就是卡在那儿的 嗯 哦 其实交大牵线 而且其实在双方打野如果都不往上靠的话 其实这个对局对于德下而言很爽 因为他节制是个优势英雄 但没有打野干扰的情况下 他反而是可以保持一直 能够保持一个推 对线的一个优势的 好 做完了小龙之后 只将来到八分钟的timing点下路 刚才 宪全目前感觉可能RA是前推了一点 但是立刻被德莱文随时回推了回来 谁能够先支援下过先锋呢 这边能够抢一个线 随时已经往前走 这边没有闪现的 勾的是一个堂 不让TP一个发调 还不然应该是要直接走的 还不然没闪现 哥们变得想单挑 靠着自己的W 但是没有办法 闪现过来后 再来一刀 两刀三刀 没记得啊 拿下人头 领到了一大把的赏金 发财了 这个TP 这不感觉RA没有想得很清楚 是 他的下路应该是 永远不可能拼的 对 当路互相遇到 乐园是给了一个夜兰瑶 还想要Q一下吗 因为Deshire技能在CD 两边 Vofo本来也想追过来 但被薰姐留住了 我一样 一个喷火直接单杀 那这前期RA有点渣呀 有点裂开了 是可预料的一个局 但是RA一直想要操作 其实在下路那一波 最忌讳的就是双人路 准备去拼 那后面有个绕后的事业 而且就算 八条不提皮 也很难打 也打过 上路这边再来打一套 而且这个霞虎相遇 也是可以让IG顺势收下 那前进这个到手的地图 之间收手已经是有点 太多了 这个落后的幅度 对于HR而言有点 有点难以接受 不好接受的 飞锅是Cube的前锥 但是位置已经进塔了 不太可能 现在对于安静来说 无非就是霞虎相放上路 还是放下路的问题 想靠大招来抢一下核道线 太狠了 感觉放下路的战术价值 感觉更高一点 嗯 彻底的把德莱文养肥 有垂时的保护之下 哎呦扯了回来 漂亮 重攻 没一身 反刷 轻松解决Furbo 这个局势有点像一变暴了 是的 而且其实这就是下路对线 或者下路有限权所带来的一个优势 你可以看到 在前几把 其实Lukas 我们一直提他是落后支援的 但这一把完全不一样 是 情况逆转 雷伯就是Furbo想支援上路啊 哎 贴脸 没办法 乌迪尔这个英雄 再来一个可怕 哎呦 普世无花的单杀 其实有大部分的这种法师英雄 遇到乌迪尔就是这个话 是 而且再加上刚才这场 不仅仅是他这个支援的更快 Lukas这场拿到了一个支援有用的英雄 对 而且其实他们很多次的团队一个配合打的很漂亮 是 选手竞争是能够勾到的 只是我觉得在第四场的调整来说 IG是找到了 RA的 那个 那个 获胜点 隐藏 所有高光之下的那个基础 就是这个辅助一直在动 给了IG造成很大的麻烦 现在 我觉得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而且还有那么 不高的翻盘机率 来自于IG15 是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还是那句话嘛 如果往中央区一起打的话 其实阵容本身强度是有的 哎 来了 联兰要睡到 哇 反正选择要打 我来的一个误点是更快的 Cube来不了 Cube支援是肯定赶不上了 这位置也被卡得很尴尬 叫那个阐线 手里有红帽子要被A出来 Cube就麻烦了 我只能说这两波 乐盐对于RX的一个先手 其实下一个这个处理都是太果断了 他每次在被睡着前 他会把这些爆发先打完 年轻了 你真年轻 两波了 上路一打二 而且现在落后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RA得稳稳心态的 我万万没有想到IG选择两个都用 所以我们刚才在赛前考虑的时候 到底是给上单更极端一点的进攻英雄 还是让下路拿的更 IG说我两个都得 都得用 因为我说到了 不过这个位置不太好出手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完全正确 但是更多其实来自于在BP方面 IG这边做得很好 主动来到蓝色光以后 让RA的 确实主要是 三线劣势的游戏挺难玩的 对啦 以及说IG的BP做得非常优秀 不如说就其实RA有点把自己套进去 是 一个成绩 我当时也虽然强 我说没有想到那首 德来文的一个英雄选择吧 这条水龙魂给了RA现在 很大压力 本来阴霾的天空上下起了毛毛鱼 是 因为这场 其实我个人的观点是 IG进入到后期 打RA的阵容比较好大 因为靠拉打 只要IG能贯彻自己的拉打 R想留人非常困难 其实我真的觉得回到前两首 就是那个二飞流失的单拿 而没有跟锤石一起拿走 可能是导致现在这个局面的一部分原因 嗯 确实如果那时候把锤石拿下来的话 可能到了现在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对那个局面 锤石二飞流失的对线是强对线啊 是我反而是觉得其实莉莉亚的优先级没那么高 因为左边已经把屋顶顶退啊 因为不让你吃线 对啊 肯定得呀 好难受 30秒了 雷线都没有看过 而且蓝区已经被入侵到千床百孔的情况 顺势来中路放 因为锤石已经支援过来了 一撞拿下一塔 12分钟 而且这个一塔的价值还在于下一条听牌龙 就是视野上的布置 IG打出了熟悉的IG节奏啊 前期轻功如火 就一个水球滚到死 对 还确实 很难 想不太到如何翻翻 现在只能祈祷着IG在猫街团的情况下 给到RA比较好的团战角度 绝对是困难的 来看看上路 就三线的对线的优势是不断的扩张 而且刚刚看到乐言虽然做了尝试 但是实际上是起不了效果 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 他这个力量 防不出来太多的话 只能埋头发育 但我觉得好一点的就是 RA这个阵容 AO1够 对 他有一波团战这么样大 请回悦宁 而且带一个TTA 定住 塔姆选择散线 但是随时散线之后 用灯笼把人给往回拉 瘟瘟落下来 以后因为还有一个IG的TP下来 Rookie也在场 这波团战进去之后 还是被卷回来 血量非常低 杭交了一个金森 扛住了这一波 然后金森利亚起身也失败了 是的 展现过来再来一下 伤害上来说 差那么一点点没人能补了 但是没有关系 打赢了这波团战的话 还是能够在吃点渡城走 是 上路怎么又在一个人大量 熏来了 熏来了 这个血量怎么办 先用垂头形态回波栏 下落 Rookie经典的一波绕后 看一下这波可能要被套住了 扫描过来后 立场定住了Rookie 但是不敢反打血量 实在是很低 线下的 塔下的兵线已经清掉了 Rookie这波可能要做爸吗 但这波不想让你回 直接往前硬塞球 把双手都留住 唐木有大 Rookie不再敢 继续了吧 这波来了 开心台 唐木来到这边战场 而且是满状态的话 那IG下落的这波进攻 应该就缩罢了 刚才那波打完的瞬间 刚好来到14分整 所以IG没有能够获得 更多的肚存 可能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这波团单往后撤的时候 不得不说小航打得很漂亮 他的一个特队节奏很好 而且也是保护住了一个火火 这波做完了以后 对于IG来说 顺势的一波杀五千锋 是非常难处理的 乐言现在怎么 刷个三郎都不安全了 没办办办 中塔前面 对啊 前面中塔拿掉了 蓝区在中塔拿掉之前 就已经爆开了 是 现在更不用说 就自己的野区 完全是向对方 敞开了大门 现在就对RA而言 我觉得落到现在 这个局面 其实是可预见的 但问题就是 继续往下撑吧 爆得有点太厉害了 是 本部应该练是这么大 对对吧 我的时候 我看到德莱文的那一刻 我就想到SKT当时 就是觉得德莱文的英雄 确实拿出来 在线上打优势的能力 因为是太快了 而且他的前提作战能力 完全不是 阿菲罗斯可以比你的 而且你一旦拦不住一个英雄的话 等会到了中后期 右边的阵容 你说肉吗 其实也肉不住 但是现在伤害暴力碾压 左边伤害暴力碾压 右边 是 然后再让杰斯 只要打一点铺垫的伤害 而且这把我感觉 Wink的收割环境是很好 我觉得最大问题 还是利利亚家维托之组 中野选的 决定性 选了一下赶紧吞 小王反应很快 这已经玩出 恐怖游戏 每个草丛都长了一个Rookie 对对 这时你但让IG形成 中单Rookie有节奏的时候 真的会给你 他本身是刺客英雄出身的 他会玩出一种 让你抓不到他位置的感觉 打发是个传统法师 对吧 也是能够给你莫大了一个压力 现在 下中下两个外塔都已经掉了 那现在对RA而言 倒是可以放长线次线了 Cube我觉得在烈士的对线 还又是稳住 但没办法 这次爆掉的是RA的核心的下路 是的 而且他们团队 前面也一直提嘛 都是靠双C来飞的 那这把双C造成如此重大的打击 以及压制之后的话 后续其实对RA 好快啊 听牌龙来了 准点直接压起身 那时间点 很对RA来说是很绝望的 因为这一波吃完以后 听牌龙肯定不能去阻止 但是水龙魂那一波 也打不过 而且水龙魂那一波 你肉眼可以预见 就是三外塔高破以后 RA这条阵容缺乏有效的探视野手段 你一定会被埋子 就他探视野可能更多 得靠叠下的意儿 这局可能 留给RA的时间不多了 好 再上来锤套 新时触发 更只能向后撤退 哪怕是马上要变成红怒的那儿 打不过呀 白白上来被敲掉半条鞋 而且其实从 现在双方的一个活动半径来讲 就已经能够看到出来 IG的 IG没有自己的眼睛了 到底有多大 就一直往前压 你感觉地图往下的三分之二 都他们的 就正面哪个角度看 都打不过呀 但是形成的IG 只要不要有落单的情况 就只要人手极其 随便进 甚至不给上路去拆他 直接扩大下半区的优势 反正双方不去上的话 惹下的英雄是一定会拿到优势的 也是没有去做过这个投资 下过前锋的配合下 红色马已经是把 还能够再撞高地 这波高地应该也是没办法独自地勾到了一个塔姆 也不选择坚守 还能再来一头 很有排面 IG的优势无限大上路 就这样默默地拆了 就像你们两个刚才提到一样 就反正大家都卡住了 对啊 不会有人来 对啊 得帅无限领先 没来的情况下 其实难受的已经是这个拿 是 那如同刚才科技说的一样就没办法了 每一个草都只能丢丢流窝种看看情况 而且最绝望的真的是这把是个水龙魂 是 水龙魂其实给优势方的 天哪 这个大招能够带走这么多血 变小的瞬间 这个位置想 可能要叫闪了 叫闪扭一下 扛似扛住了 但这下已经给了莫大的压力 星期差一步拉开到了6000块 是的 但是时间上来说 仅仅只19分钟 而且IG手握挺排龙 而且等会大家看一下 垂师的装备 其实会让右边更绝望 垂师已经有干锅了 有了干锅之后 你说右边的先手 能限制这个德莱文吗 限制不了的 就是消灭你的骑机团的可能性 就你现在接下来 能够去抓的一些点 也很难以抓的 而且他们现在这个推进 只要保持Wink往前走 随时往后挂 你右边哪怕想先手 去抓这个德莱文 都没有这个机会 何况右边本来就 先手能力上面 我认为是比较困乏的 现在我觉得最头痛的 就是IG本在 如果没拿到这条水龙魂 在大龙区的 挖大龙的能力偏弱 因为他没什么钱 但是水龙魂已到 抱歉这个大龙 我可以随便打 无限拉扯你 是 IG继续维持非常高的压力 没有任何一丝的放松 包括三路的兵线的前推 包括野区的掠夺 离致命的水龙魂团 只剩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RA看似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如果实在接不了的话 那就只能放 但放的话 其实 万幸死亡 万幸死亡 要修了 没有修了 哇 打在动脉上呀 这是 这一炮给这三个人都打散了 是 直接回家 不及一波 还不还甚至 半血 顶不住顶不住 手里还没有吸血呢 关键这杰斯 还是摩线没有成型 他马上就要成型 我甚至怀疑他摩线成型 那一炮能把它直接砸到死血 所以其实现在的所有总统镜上都 表明就RA现在真的是 需要一波奇系版 我觉得很难有 老实说 客观判断是不太可能会有 是 而且下一个刚刚赶在那儿 面前那么庄严 知道你没闪现吗 主要是RA这下 没有及时的控制能留住 是啊 看他能力有问题 上下都保守了 是保守 保守了 820 820给了保守 是 而且你看对比双方 双C的装备 就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对的 因为弄实在是太多了 我觉得是可预期的 说实话 这个阵容BP完 那时候可预期 只是RA甚至崩溃的 比我们预期的还快 是 其实如果RA能稳得住 到把这个时间段 已经是渐渐的 可以开始摆摆手腕了 28秒 先把中共的现行 热赛一来 正面怎么办 又是一炮 爱不爱这个血量 完全靠Poke IG 直接是秒掉了 而且IFY的血量 已经非常不健康 仓害爆炸 德莱文什么时候 也成一个Poke英雄了 大招孔 这个大招孔 八条又选到了 然后刷回来 纳尔也瞬间空中蒸发 纳尔即使想要走 也不可能走得掉了 PoFo也倒 拉满了呀 一锅零换四 顺势直接开大龙了 甚至可以一起收 冰奔两路 帅哥去打一个小王 其他兄弟去打这个大王 水龙混家大龙 同时到手 基本上已经形成了 压制的骆驼 对了一根到手 没错 就刚刚德莱文 应该是狂风之力 往前上 配合一个大招 直接就把IFY给打盘了 就连来正面 双方拉开架势 打的一个机会都没有 没错 哇 这手德莱文 选出来的一个奇笑啊 真的是被埃及打得 不得不说 如果你一套阵容拿出来了 要开始祈祷对方失误的时候 这套阵容就是 就是不是一套好阵容 还可以考虑一下 还可以再想一想 再想一想 可以多想一想 高情商 可以再想一想 现在这个局面啊 阿姨勉强吃一些 其实你可以看 哪怕这把 两个文拓发运到到现在 这波团的结局 其实也差不多 不会差太多 因为他还是两套泡过下来 你AD残了 然后ID过去 打后续的团战 而且Rookie真的很过的 Rookie刺客啊 这个刺客发条 他把发条完全腰机 Ciana什么的 直接硬往后面 去给压力 来中路了 现在水龙魂加牛 败夹大龙魂 而且右边那个 正红阵的时候 根本没有精力 冰压的能力 甚至可能要尝试一波 我觉得他不会尝试 这有水龙魂肯定尝试啊 水龙魂加大龙 对吧 嗯 而且也没有补装的需求 是 因为他已经领先很多 你的水泉在家里 我的水泉在身上 赶紧吃进去 他航这个血量 瞬间下半 哦 这一下一下的磨呀 让Rookie很难受 还是一个梅牙塔 但冰线亮 好 但是只剩一个炮车冰了 下一波冰线又吸上来了 已经进来了 这就是大龙BUFF 对吧 你只有一个维克多清兵 能够算是有点本事 但维克多现在位置 被逼得很考 后这一波也没有清到兵 左边门牙 迅速的掉血 虽然IG都一直在打塔 没有打人 但这一波 拿尔显得往后跳 已经大残险了 阿弥勒斯给一个清昏夜宁 之后 血量很残 塔姆一个吃 吐回水泉里面 那里正面有什么输出 拿尔上去 把三个人拍在这个基地上 但是没有用啊 基地 直接由IG推平 也让这一场季后赛 第一局的BO 打满了 直接进入最终的决胜局 是的 让我们恭喜IG 成功拿下这场对局 来到了2比2 平的一个局面 不反而是来到 IG原局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果IG继续延续 上半区一个进攻 你能做一个定黄 你在下路打突破口 是OK的 但是 如果像第四局一样 IG依然让上路双方 打野互不干扰 而转变下半区的时候 阿弥该怎么办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上路 一旦被counter之后 你确实就会被压制 那本场比赛的一个赛选数据 也是可以给到 这场比赛 IG是几乎没有失误的 赢下这场比赛 而且经济曲线的话 也是一度领先来到 1万1的一个 也没什么失误 对 可能啊 就那梦幻的剧本 是难以实现的 本场比赛的VP 给到了上单的 下一的杰斯 没什么问题 就你想一打二呀 就每一波对方打野来 我都能一打二 那你对一个上单的要求 我觉得已经是 不能再高 因为其实这一局 不管是这个下路的压制 然后或者是薰 就是每个地方都在的 这种节奏 或者是下的一打二 确实都是挺值得 拿个NVP的 但最后可能 就只是给谁的问题而已 是 那最终的话 我觉得 反正现在问题 还是来到了RA嘛 就看RA后续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觉得对RA就连 已经想到了说 我怎么去打RA 或者说去做一个应对 因为RA你 从这局上看起来 说实话 我觉得除了第四把 这一把 就打野对于上路的帮助 是比较多的 但其实前面 对于上路的投入 并不算太好